TVB艺人唐世勇5月29日跟有份主演的新剧《唐人街》的一众演员 包括陈展鹏、姚子玲、吴允隆、陈山聪、王军新党出席演员收工饭局 唐世勇为了这部剧奋斗了半年 甚至在38岁生日当天都要在剧组度过 不过剧组真的很有爱,没有忘记他的生日 是啊,真的,因为我知道原来他们那天 就是我生日的前一天 他们已经在想怎么去给我一个惊喜 因为我那天要开工,从早上到晚上 他们一直在想,就应该是早上去送当料给我还是晚上 然后他们跟导演跟建计去研究 就是那个时刻会比较好一点 然后他们想很多很多,就是送蛋糕给我那一下 我就觉得哦,原来我的生日你们会为我做那么多 因为我自己也没有 我自己就是啊,生日了没关系 就是开工就可以了 所以我有一点点就是很感动 唐石勇生日当天也透过社交账号 PO出自己身穿性感婉装在高级餐厅对着蛋糕许愿的照片 不过之后就有知名博客在网上发文 表示邂逅了一个金牛座的女生 并且约了她在高级酒店庆生 该名博客还上载该名女生的照片 发现除了看不到脸之外 该名女生的衣着打扮 甚至连拍摄环境都跟唐石勇PO的那张照片一模一样 甚至令人认为这简直就是唐石勇本人 甚至有人怀疑博客的真身就是唐石勇的绯闻男友 有教育界王力宏之称的陈思敏 Samuel 其实我知道就是大家会有很多幻想嘛 就是一个一篇文章 那很多人问我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讲就是 我觉得就是那不是真的吗 那不是真的那我可以来做什么了 然后就是有点夸张的时候 那我就觉得其实那张照片我自己没有 我也不多讲 他是怎么样弄到的我也不多讲 我只知道一定不是我的朋友 然后我也觉得这是网络上的文章 我会专门他们的创作 但是大家可以幻想那个女孩子是我 就是幻想就可以了 因为那个故事不是我也没有做过 那我觉得就是幻想就可以了 所以我一直也不会去跟他们会回应什么什么 我就是说其实这不是真的 但是不会上信报 某方全美香港报道 我 don't think you're going to be me 你现在觉得我想我们可以对 ihr 我这个人 那我懒做 那我认识